造物者 就以时间划出了这场游戏的界限 仿佛他知道周而复始的竞争与淘汰将终会导致毁灭 尽管如此 人类总妄想在万物之中追寻着使生命无限延伸的秘诀 诸如青春不老 长生不死 繁老还童等等 这些梦魇般的传说也流传了几千年 人类也总是用这种神话满足着自己对生命长存的渴望 其实生命的真正利益又岂是实体的无限长存而已 它应该是如何让生命活得更好 人之极生即遭受着无情的万事万物摧残着 催其生之外 父儿催其老催其病催其死 人类对于既得生命却拥有了生老病死这些不可抗拒的命运 显得有一些无力与恐惧 为了不受摆弄 为了希望解脱 为了逃出桎梏 便穷毕生之精力去追求那解开束缚的钥匙 然而在这追寻的过程当中 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却同时也制造了许多的苦果 如烟 酒 空气的污染 色蜜等等 这些也像慢性毒药般的 正一点一点的吞噬了我们人类的健康 相信这些皆是造物者在创造之初所始料未及的 人类的祖先穷亘古的时间 耗不资的人力财力 不停地寻找着能够帮助生命抑制疾病的良药 耗尽了几千年的时间 对于疾病的治疗有了认识与掌握 如李时珍的本草纲木 张仲景的伤寒论等等 都是傲夸中外的医学宝典 但是病因防于未然 才是根本的养生之道 治疑病 却只是亡羊补牢的补救办法罢了 民以食为天 人类如果希望生命 在有限的时间内能维持其灿烂的颜色 就应该物本地从饮食上着手 其能将身体养得与外在之环境相互协调 能将生命铺于天地之间 而受注于自然界中无形之气 如此才能使生命活得更好 汉药也就是一般所谓的中药 是中国人大智慧的结晶 从古到今 不断地对其注入生命与心血 就连一向以科技自豪的西方世界 到了今天 在实验室中碰到了解不开谜的时候 却也不时地回过头来 求助于昔日避之若喜的汉医学 而且几经接触以后 对于汉医学的一切成果为之目瞪口呆 药膳也就是把汉药与食物结合起来 利用食物的食性与药物的补性及药性 使它对身体产生养生及补生的作用 进而对疾病有预防以及治疗的功效 如今药膳已经逐渐的受到了大家的重视 日本已有专门的机构研究 已经有很多的医院 对于病人住院时的伙食 已经用药膳来配食 以帮助疾病的治疗 药膳源于中国 在《伤寒论》里 已经有了许多食疗药膳的记载 而如今能够将药膳做有系统的研究 进而推广至海外者 当推今日四川成都的孙荣灿先生了 孙荣灿生于西元1960年祖籍山东 家中世代习义 十岁时就已经熟识草药百鱼种 在高中毕之后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陆著名的 四川成都中医学院药学系 于其间便兴起了发扬药膳的念头 于是苦心钻研 我们目前研究的项目是 临床中用 这个带贵流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我们目前在美国 东欧 北欧 西方 或者是很多国家都有新疆学生 在我们国家来学习 新庸山原来是我们学院 起九级的学生 八三年比例 原来学校 学习的时候成绩比较有益 原来我曾经从他的班主任对他也比较了解 这个同学在学校刚毕业过后 对幼儿三师的比较感兴趣 他这个学校学习的真实 另外他自学也比较兴奋 首先第一 他在幼儿三方面 第一次到日本去参观访问国 现在他在明山饭店 这个专门从事幼儿三师的工作 而这工作非常出色 孙荣灿由医药学院毕业之后 他了解到成都由于民风比较容易接受药膳的观念 并且成都还是全国的药材最大集散地 各种药材应有尽有 于是就决定留在成都发展 由于因缘积运 得以为成都最大的饭店策划出一家药膳餐厅 百草园餐厅 这也是他将理论付诸实现的第一步 中国药膳的提点呢 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结合起来 喷制作一种有那个养生和滋补功能的食品 所以北草园开业以来呢 深受国家欢迎 在海内外有相当的知名度 我相信在我们国家 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的北草园会越办越好 孙荣灿于百草园经营的六年当中 早已经将他独言而至的药膳知名度 远过于海外 日本并且曾经派员专来学习 并且研聘他到日本讲学 日本的MHK还有日本电视台 都曾经制作过专辑报道 而日本还有一个药膳的专门机构 是由孙师傅负责指导 台湾也有许多文明者组团前去观摩 从而拜师学义 如今喜爱药膳者比比皆是 但是究竟为什么孙荣灿的药膳 会如此的受到重视呢 中国人将世界上存在的万事万物 依照其属性归纳出金木水火土五大类 也就是其所谓的天象五行 五行因为天地的运行 四季的变化 其间有了相生与相克的关系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又生水 而水又克火 火克金 金又克木 木又克土 土又克水 五行之中又各有其属性特征 金光鲜明亮 木生长 水寒 火热 土滋养等 人类既然生存于天地之中 自然应该顺应这种五行之规律 其实对人体而言 人主要是由五脏所构成 即心 肝 脾 脏 肾 分析人体内五脏之特性 它与大自然的五行 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心 煮血 象征火性 干洗发挥 不能压抑 同目相似 蹄 胃 煮吸收 消化 滋养全身 属土性 肺 不能有杂质污染 铜 金 人体内的小五行 互于自然界的大五行中 必须互相适应 互相的调适着 才能够达到养生 健身的目的 而适应就必须借助着食物 药物来协助 以前食物对于人类而言 仅是冲击果腹的作用而已 经过历代的研究 发现食物与药物亦可归纳出 心 肝 酸 苦 咸 五味 及温热 凉寒的特性 而它们之中 亦有着相生相克的五行规律 即咸可生酸 酸生苦 苦生肝 肝生心 心又生咸 而相克便是 咸克苦 苦克心 心克酸 酸克肝 肝又可克咸 由于化学原料做成的调味料 有害人体 在孙师傅的药膳的制作过程中 所有的五味调味料 也是均用药材来代替之 譬如 以五味子来做酸味剂 秋食来代替盐 甘草可当甘味剂 黄莲可做苦味剂 蜡味可用丁香来代替 孙荣灿先生 他的药膳配置的根本 就是希望人体内的五脏 都能够正确而适当的发挥其正常的功能 并符合个别的属性 使其可以与大自然的五行 相互的调和着 他认为 人体若有疾病 就是内在的小五行 功能紊乱 规律遭到破坏 他认为 要调养人体内的五行 使其规律正常 他便利用食物的食性 配以药物的药性 去帮助五脏的功能正常发挥 从而与五行个别的属性 密切吻合 也就是用食物与药物五味中的 心入肺而合金属性 酸入肝而合木属性 咸入肾而合水属性 苦入心而合火属性 肝入皮而合土属性 这就是孙荣蔡先生 所谓天地人 三者相应的药膳根据了 譬如孙师傅 有一道自配的 分脉团鱼 其功效是滋阴补肾 它的配料有 人森 麦冬 福林 团鱼也就是甲鱼 它可以滋阴补肾 人森是补肺羊 配以麦冬 养肺阴 肺属精 阴阳调和 可生肾水 但是为了防止水过多而伤肾 再配以福林 见脾胃 因为脾胃属土 可克水 如此五行调和 就可以达到 怀于滋阴补肾的作用了 孙荣灿先生谈到 自然界无时无刻 不在运动和变化 人体技能自然也就 随着外在的变化 在运行着 这就是大五行与小五行 必须平衡的原因 也就是天人相应的意义 然而 人所生活的环境 难免会受到生活方式 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使人的五行 难免脱离正常的规律 所以 既然要调整 人体内的五脏 也只有先从 饮食生活开始 利用适当的药膳 配合正确的饮食观念 而达到养生及养生的目的 中国药膳 这一套录影带当中 孙荣灿先生 针对四季 在五行中的属性 配置了四十八道药膳 分别对人体的五脏 在最适宜的季节当中 来做补养 他所采用的食物 及药材 都是简单 而且价廉物美的 药材 在普通的中药店 都可以买得到 另外 他也针对现代人 所易得到的通病 建议了几道药膳 相信 对观众朋友 会有很大的注意 今日的工商业发达 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准提高了 然而饮食不仅仅是冲击而已 除了要求色香味聚前外 同时也特别的注重营养 但是人体中所需要的及消耗的养分 它有一定的规律 过少则营养不良 造成气血不足 致使体内无脏功能不全 但过多却会造成人体复合太重 致使体内的小五星温乱 无法适应外界的大五星 所以 现代越来越多的人 有了共同的特征 比如肥胖 高血压 糖尿病 阴阳不协调等等 我们称之为现代病 没错 我就常常碰到一些 许久未曾联络的朋友 一见面 惊讶的是发现 岁月倒不曾在他们的脸上 留下痕迹 反而无形的生活压力 却变成了有形的身体负担 也就是说 发福了 其原因大都是 饮食没有适当的节制 其实虚胖还真不是福 肥胖所带来的后遗症太多了 譬如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等等 但是也有很多的女性朋友 为了刻意维持身材美好 却恶性的节食减肥 或是经常处于生活紧张的状态 也带来了气血不足 停血啦 头晕啦 引发了许多的妇女病 这也是矫枉过正的做法 以下就是孙荣灿先生 针对现代病所调制的药膳 做法很简单 平时我们在家中就可以试着烹调看看 在短时间你就可以验收一下成果了 现在我们讲这个三渣度纵茶 这个是三渣 三渣的功能是开胃健脾 而且可以去除这个血分的血脂 这个是绿茶 绿茶具有这个轻味解毒的作用 这个是度纵 度纵的功能主要是补肾撞腰的 那么我们对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呢 我们一般都采用这三样在一起 做一个茶 那么它的做法呢 首先要把这个三渣放到锅里轻炒一下 放到锅里炒的时候呢 时间不要太长 火不要太大 我们把炒好的三渣呢 放到这个茶壶里 放到这个泡茶的茶壶里 然后把这个度纵 这个度纵如果是很大的话呢 给它翻小一点 再放到这个茶壶里 然后再把这个绿茶末 也放进这个茶壶里 下面我们把开水 倒进这个茶壶里 然后盖上盖 这样差不多泡十分钟左右就可以 一般像这个高血压的病人 长期间使用这样的方法 可以使自己的这个血压 得到一个稳定的平衡 这个茶水现在做好了 我们把它倒出来 我们下期待 现在我们做的是玉竹南瓜粥 它的配料是天东玉竹大米南瓜 它的做法是先把南瓜切成片 然后把水烧开 加入大米 然后把切好的南瓜放进去 玉竹同时也放进去 天东也放进去 放入锅里以后要用小火 大约煮三十分钟以后就可以了 放在锅里煮半个小时左右 这个粥就做好了 那么玉竹天麻粥的功能呢 它是治糖尿病的 糖尿病的病人最难的就是饮食问题 那么我们这边已经有一碗做好的玉竹南瓜粥 玉竹也可以做别的东西 也可以用泡菜的方法把玉竹泡起来 然后每天早上吃一点 这也是治糖尿病的 现在我们做的是仙人无法粥 仙人无法粥的配料是 β�צם 很老过就贵的 帶来到一咖啡的и pr 可以了养病的 放入去护juk 雳给了咬煮的 还是不存在 那我们 subt and take a particular 潤水 然後上籠給它蒸 一個小時左右 因為這個要 一定要用這個黃豆蒸製以後 它才具有無法的這個作用 好 下面我們把製和手污 放進 放到鍋裡去 仙人無法粥 它是主要用於 土底 白髮 這樣一系症狀 對於平時在家裡面 熬這個仙人無法粥 也可以起到補肝養肾的作用 把藥全部放齊了以後呢 要用慢火煮一個小時 現在我們有一碗做好的仙人無法粥 現在我們有一碗做好的仙人無法粥 這邊我們介紹龜旗子雞的做法 龜旗子雞它的配料是 當龜 黃旗 玉筍 植母雞 龜旗子雞的做法呢 是先把雞肉 切成小塊 放到蒸骨內 然後將當龜切成薄片 也放進去 再把黃旗切成薄片 放進去 然後配入玉筍 灌好雞湯 上籠蒸四十分鐘左右 龜旗子雞的功能呢 主要是補氣補血的 一般適用於護理 發生食物 是補氣補血的 紋潔 黎土 現在只會有任何集合 好 这个就是盔棋子笛 现在我们介绍黄地酒的做法 它的配料是枸杞 五味纸 水雕边 油边 肉桂 索羊 精英纸 熟地 黄狗边 人参 杜众 还有高粱酒 它的做法就是把这些药材放到酒里 我们在做这个酒的时候 可以找一个比较好的容器 像这样的土罐子 或者是一个瓶子都可以 这样把这个酒配进去以后 浸泡一个礼拜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有一杯已经做好的 这个皇帝酒 它的功能主要是五盛状量的 像一般饮用呢 在早晨晚上会分 下面我们介绍果仁排骨 的做法 果仁排骨的配方呢 是 蚁蚓 炒果 猪排骨 还有 老干 它的操作方法是 先把鸡汤少量的放入锅内 然后将炒果仁放入锅内 把猪排骨放入锅内 再将鸡汤少量的放入锅内 把猪排骨放入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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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煮的时候呢 要不断的翻炒 然后呢 适量的够一点老糖 炒果仁排骨的配方呢 是用炒果仁15克 1米15克 猪排骨250克 鸡汤10两克 在我们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我介绍一下 果仁排骨的作用 果仁排骨呢 它的作用主要是通电的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电臂的情况 那么做这个炒果仁 和这个一米仁呢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通电的目的 还有这个菜呢 特别是用于这个儿童 果仁排骨的制作的时间呢 大约是三十分钟左右 这个菜就做了 好 这就是做好的果仁排骨 它的功能是通电 好 现在我们做 杜仁排骨 杜仁排骨汤 杜仁排骨汤的预料是 杨胜 杜仁 菜心 番茄 我们先把杨胜 杜仁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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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片好的阳胜 放到清水里洗一洗 洗的目的呢 主要是要去掉它的血水或者是烧味 然后呢 另外用一个干净的碗把它夹出来 夹出来以后呢 我们加一点芡粉 我们用的芡粉呢 就是太白粉 然后把它拌好了这个 以后呢 放在这个地方静止一下 然后把药材放锅内 好 现在水已经开了 我们把药材放进去 把配料也放进去 然后把杨胜放进去 这个菜做的时间不要太长 这样杨胜会嫩一点 火腩也不要太大 等烧开以后 这个菜就做好了 快好的时候 要把汤面上的泡沫打去 把泡沫捞去 把泡沫捞去 然后加一点秋盐 好 再把泡沫打去 好 再把泡沫打去 然后把杜仲捞出 好 装完即可 好 装完即可 好 杜仲阳胜汤做好了 它的功能主要是补胜甜筋的 好 现在我们介绍 虫草草黄芹粥的做法 虫草黄芹粥的配料是 冬虫下草 黄芹 大米 它的做法是先把黄芹切成些片 好 我们把切好的黄芹先放进锅里 然后把大米放进去 烧煮一下 再放进虫草 然后慢火煮三十分钟左右 好 我们这里已经有一个做好的黄芹粥 黄芹粥呢 它主要是用于补肾 像肾衰这样的病人 是最好的作餐 现在我们介绍阳森江湖的 羊生姜团 羊生姜团的配料是黄芹 羊生 香菇 菜心 姜团 它的做法呢 是先把黄芹切成片 好 够了 现在我们把油放进锅里 先用油制一下锅 等油烧热以后 把香菇倒进锅里扁炒 然后把黄芹粥 然后把黄芹粥同时也放进去 盐炒 等香味出来以后呢 加入其汤 加入其汤 然后把姜团放进锅里 我们为了让这个菜好看一点呢 再用这个菜心 切一点菜心 放进去 我们做这个菜的时候 然后我们家的其汤 人参还有香菇 这样再加热以后 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口味 把上面的泡沫捞出 在大约煮八分钟左右 这个菜就好了 如果是没有姜团的话 如果是没有姜团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十八鱼 或者是海鱼 就是肉汁比较细润的 都可以 好 现在我们收芡其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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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杨生姜团呢 主要是制胃病 这样有胃病的观众的话 可以试一试 有� m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